在2021震盪多佗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享受賺錢的快樂 顯現投資增價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看這樣子投資 當然是我今天跌的快300點 股票下來 當然可以低接 還記得嗎 6月7號這一根 百分之中跌了371點 踩低接的模式 指數有沒有上去 所以當今天回檔修正 你所看到的是 又是一次 可以再度承接的時期點 只要上禮拜 你有跟我同步的減碼的 相信今天股票變便宜了 指數來到一個相對低點 你下去做承接 那個風險相當低 行情的脈絡 資源就跟你分析過了 6月7號 盤中跌了371點 低接的模式 對不對 6月9號 盤中又跌了168點 那個禮拜有下來就低接 回檔修正 我告訴你要站在美方 結果呢 有沒有上去 有沒有上去 很清楚嘛 6月7號6月9號 有低接的就衝上去嘛 那衝上去上禮拜 你所看到的是 清老師有沒有明白告訴你 矽晶圓的個股 不管是環球晶 中美晶 台聖科我都做了賣出的動作 那個賣點 你認為 是僥倖 是剛好嗎 教師是會貸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目前的行情架構 先區間 我認為先區間 區間整理完的一個過程 如果符合被洗的夠乾淨 他自然會往上走高 所以對目前的一個操盤動作 我說過 你每天都要跟得很緊 否則你一定要抓股招臂 當我上個禮拜五 公開我的 矽晶圓的個股的賣點之後 其實接下來今天 一開盤掉下去 你跟著砍 你只是賣在一個 相對低檔而已嗎 不是嗎 所以 中美金環球金台聖科 上禮拜我都創新高 環球金 中美金 台聖科 上禮拜都創新高 先生老師的會員 不是只有各位數字 也不是只有兩位數字 我什麼時候帶會員賣股票 比較好賣 當然是大盤上漲 股票往上走高 我一個口令下去做執行賣出動作 大家比較容易全身而退 這是一個操盤的概念 所以呢 這檔環球金 你看一下我怎麼低檔買的 沿路又怎麼逢低 乘接加碼 來到上禮拜我創新高 做拔檔的 完整的操作流程 呈現在你面前 這就是我帶給會員的真實績效嘛 所以5月12號的環球金 超跌了 加碼 630可不可以買 大膽買啊 當時5月12號 沙聲隆隆啊 你看我節目應該是 跟著買股票 不是亂賣股票啊 這個動作有沒有做出 漂亮的執行力 那個差異相當大 所以5月12號的環球金 630加碼嘛 21號開高走低 我說月線會過 當作750啊 已經賺了120塊錢了 對不對 月線會過 講完之後 有沒有過月線 拉出中長紅 差一點亮燈來到815了 6月2號 回檔22塊錢 成本拉開 根本還不想賣 當天他是回檔 他不是上漲啊 股票 Key 說沒有賣 很簡單 股票 告訴你不賣 那要印證 那要檢視 是不是 我們已經賺了200塊錢了嘛 回檔個20塊錢算什麼 成本拉開 我說不想賣啊 這根黑咪棒啊 對不對 很多人說 漲那麼多了 賺200塊錢先賣一下嘛 所以我們的一個操盤的一個概念 能賺波段 我一定幫會員賺取最大利潤嗎 這是你參加我會員的一個好處嘛 所以這根黑咪棒 不想賣 有沒有延伸會員的一個獲利 本來 220嘛 吐回20塊錢大概剩200嘛 那從這一根黑咪棒 延伸下去 變成257塊錢 安心賺下去 到上個禮拜四 我還沒有賣257塊錢嘛 什麼時候賣 禮拜五啊 賣910啊 禮拜五 你會看到好消息啊 矽晶圓 明後年 大缺貨 環球晶 合金 外資調升他的目標價 這都是我之前對於 矽晶圓的分析的一個內容嘛 所以呢 漲了200多塊錢的環球晶 我才來說要調升他的目標價 看這種消息 對你的操作沒有任何幫助啊 所以我趁著有利多消息 股價來到波段新高嘛 當天最高912 前波高913啊 眼看要過 但是沒辦法過 從量價結構看得出來 所以當天我賣911啊 我盤中在做字卡的時候還902嘛 但尾盤就翻黑了 尾盤就翻黑了啦 上禮拜我的11點半嘛 環球晶連錢高 905以上賣 當時候價格在911 你自己對時對價 我就賣911附近了 905以上一定賣得掉 很好賣啊 你自己看是不是都911 賣完之後 尾盤是不是掉下來 那今天環球晶呢 剩861啊 911到861 兩天的時間差到49塊錢了 上禮拜五也會賣對 如何從低檔區 沿路的逢低承接 告訴你過月限 回檔修正不賣 上禮拜五創新高 0千高賣 630到910 這樣一買一買280塊錢的利潤 這是不是大波段的一個操作 你看我節目 跟著買環球晶的利潤賺錢 是說有辦法賺到280塊 那麼多沒有這樣而已啦 所以看節目 或是跟著盤中試運期一起來操作的 你認為有沒有差別 你認為有沒有差別 我們從630到910啊 這樣子 280塊錢 10張是280萬 這是完整的操作的一個架構嘛 所以對今天環球晶 受到台股的壓回影響 而跌下來 你就比較沒有壓力啊 今天回檔修正嘛 861嘛 你高點有賣嘛 下來呢 你會比較輕鬆 你是用一種微笑的一個姿態 面對股票的回檔修正 這就是有沒有賣 會不會賣股票的一個差異性 中美金也是一樣 破底翻了買點140 5月17號 還沒過月線以前 我們都在逢低承接 140 150以下 160 是不是 過月線之後回測來到164 回測完會再上164 再買再加碼 上去黑街棒開高走低 我說要續報 什麼時候賣 就上禮拜五啊 創新高嗎 這樣378賣啊 低檔區帶你買 你是會員 我就有義務帶你出 上禮拜我的賣點187 這個時間價位跟你對過了嘛 11點 33分嘛 187附近停利賣出 33分股價 硬下來是不是187 你自己對時對價啊 就賣187啊 沒有錯吧 沿路了一個操作 你所看到的 是會員 輕鬆的被我帶上去 這樣子一買一買 又將近37%落貸為安 今天中美金剩178 187到178 差了9塊錢吧 10張也差了9萬塊錢啊 100多塊錢的股票 2天差9塊 是不是 所以上禮拜五 有跟著停利的 有跟著賣的 你看今天大盤盤中跌的快300點 你是作何感想 有資金跟沒有資金 面對台股今天回檔修正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給會員之股大概三檔左右嘛 是不是 放心 一套資金 三檔股票給你 我一定會出掉就了才會進行的 這是我給會員的一個承諾啊 所以另外一檔 矽晶圓的台勝科 這樣股票 6月7號有低點買167.5 6月9號183先賣一趟 這樣十幾塊錢嘛 從167到183嘛 賣完之後 上禮拜二回檔四天 準備五天轉折向上嘛 172.5接回 這時間價位都給你對過了嘛 禮拜三175.5平板以下再低接 連續低接兩天啦 你沒有跟著低接的 禮拜四你買不到 一開盤就跳風大漲啦 對 禮拜五創波段高啊 我賣在190啊 是不是 時間價位都給你對過了啊 就賣在190啊 172到190 又多了快20塊錢價差耶 所以兩趟的操作 價差動作 有價差就賺價差 有波段賺波段嘛 幸好是不會呼嚨我的會員 這三檔股票 都是矽晶圓的 你只要是清老師的會員 不管是尊榮 特會 普通會員 至少有一檔股票是你的嘛 全國的會員幫我做見證 至少你是有一檔 矽晶圓的股票 我是在上禮拜五 帶你安全的獲利下車 絕對不會 跟有些分析師一樣 天天都是大漲漲停板的股票 但是呢 沒有一支是你的啦 人家在說嘛 麻天全金條 麻天都全漲停板的股票 為什麼你講的漲停板股票 我一檔都沒有 清老師不是那種 不入流的分析師啊 你所看到的這三檔股票 對不對 環球金 中美金 台勝科 全體的會員 至少有一檔是你的嘛 台勝科 普通會員的持股 普通會的人數最多啦 因為他們入會門檻比較低 但是清老師 對待每一個等級會員 一視同仁 盡心盡力啊 環球金 大波段的操作 280塊錢 中美金大波段的操作 37% 台勝科呢 兩檔操作啊 加起來35塊錢左右 價差 所以我對待普通會員的一個照顧 一樣無為不至啊 是不是 所以上禮拜我的台勝科 只有190賣啊 賣啊 是不是 賣完之後今天就很輕鬆啊 因為賣完之後 上禮拜是尾盤殺下來 殺到179 對不對 190到179 差幾塊錢 差了11塊錢了 變翻黑 對 平板是183嘛 190到179 是不是 是不是差了11塊錢 我會借回啊 我會借回啊 對我今天有沒有借回 去問一下我的普通會員 你又知道我今天到底有沒有做動作 所以對於未來行行行的一個架構 你所看到的親老師 對會員的一套之心的一個 代進代出的一個結果 三檔持股 有時候行情我會驚到四檔或五檔 對最多就是五檔啊 一定會出掉就才會進新的嘛 所以上禮拜五 我說矽經營的股票我全部的停曆出場 我一定會轉進新的標的 因為類股輪動輪漲啊 對電子股可用之兵太多了啊 現在是第二季 電子股的淡季啊 有些股票都還沒反映下半年 忘記業績的行情 現在有的是機會 所以我上禮拜 賣掉矽經營的 買什麼股票 我買什麼股票 五月營收利益新高的 這是哪一檔 散熱模組的七紅 3017的七紅 從高點下來12345678 八天轉折向上買點無限 買啊 有沒有同意啊 親老師 在代會員操作股票不會無中生有 至少其紅的基本面 五月營收 在淡季的情況之下 還會利益新高啊 所以你認為下半季的 下半年的業績更暢旺 股價 不應該繼續往上走高嗎 是不是 有基本面有K線 有轉折啊 是不是 跟人家 立可貼 新開就掌停板 那個不一樣啦 對那個早就被你看破手腳了嘛 立可貼底下什麼都沒有嘛 掌停板的隨便塞一檔進去而已嘛 所以其紅上禮拜五 有基本面有K線 有轉折 一模一樣啊 是不是 上禮拜五的一個其紅 做了卡位動作 10點20分 其紅 營收新高型態突破 75附近買 經過一分鐘股價在70.3 你去對價 會員大概買在70.3 我發現扣訊之後就 就在70.3嘛 掛高一點 是要保障 所有全體的會員都可以成交嘛 74.3買完之後 上禮拜五 他不是只有收75.5啊 因為我是盤中 就已經印好的一個K線嘛 上禮拜五 現買現賺啊 是收77.2啊 今天創新高 今天啟用 大漲啊 有沒有超過7% 嗯 新進會員 你上個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看完節目 參加我行列了 我今天有沒有告訴你 買其紅 而且是買在平盤以下 所以上個禮拜五 70.3沒有買的 新進會員 今天 利用大盤回檔重挫 9.31分 其紅 空手者是新會員嘛 乘回檔76附近買 31分股價在75.9 你去對價 平盤以下的一個其紅76 再買 再買啊 再度的低接 低接完之後 拉高啊 光是今天這個位置 快10% 你自己去算 收盤是82啊 從這個位置到這邊 有沒有快10% 如果上個禮拜我買的人 賺更多 10幾% 上禮拜我買更低啊 買70.3嘛 西晶圓的賣掉就轉其紅啊 這其中一檔啊 今天其紅 創新高 我自己不 大盤今天不跌了200多點嗎 那為什麼現在要是選的股票 那麼強 基本面 散熱模組 我之前就跟你分析過啊 他運用在手機 跟你的一個桌機跟筆電嘛 手機現在從4G要賣入5G的時代 他下載的速度更快 他散發的熱能更多嘛 一定要有散熱器 否則容易當機嘛 你的筆電 你的桌機一模一樣 散熱器 是3C產品的一個必備零組件嘛 那現在呢 6月份 營收還能創下 歷史新高 下半年業績更好 所以呢 股價 硬不應該漲 今天其紅是創下 歷史新高的格局啊 大盤還沒過 17709嘛 沒過哦 強勢性的機油股呢 領先大盤過高 這是我的一個動作 換股的銜接性 相當重要 你的一套資金 該發揮到 怎麼樣的一個境界 才符合你的一個期待值 希望請老師這邊的動作 你可以全盤的來接收 上禮拜其中 換了一檔股票 TESLA概念股票 形態突破 籌碼很乾淨 這不是一個底嗎 形態一突破 籌碼 融資余額啦 有沒有看到 融資在相對低檔嘛 也就是說這檔股票 散戶沒什麼介入 籌碼很乾淨 形態一突破 我介入之後 其實上禮拜我就亮燈了 我盤中印下來 你們看到 還有一個上引線 它是沒有漲停 但是上禮拜 其實它股價是漲停的 有沒有 它收盤是漲停的 盤中是沒有漲停的 現買 現供漲停 今天 盤中又大漲 兩天 20% 今天你會看到很多的盤中連線 57台 58台 你去看一下 很多人都在討論這檔股票 TESLA的概念股票 我們上個禮拜五 就已經買了 買了 現供漲停 今天持續性的大漲 今天大盤跌200多點嗎 那為什麼 青少師選的股票 不管是TESLA的這檔基油股 或是齊鴻 逆勢往上走高 強勢性的基油股 青少師 早就幫你篩選好了 不曉得如何迎接 下半年電子股 旺季行情 歡迎你現在 加入行業 畢竟盤回檔 你加入青少師行業 那個進場的成本 風險都比較低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裡現場 歡迎回到節目裡現場 台積電今天跳通跌到583 重挫 如果你持續有看我節目 有把我的話聽進去的 上禮拜 台積電來到608610附近 你是應該要會賣股票 會賣台積電的 因為我之前講了N變的 600E附近 就是台積電的壓力 我在3月17號 608有賣台積電 你還記得嗎 賣完台積電 我說 因為Intel工程掠地 花了200億美金 蓋了兩座晶圓場 對台積電來講 長線有隱憂 所以股價回檔修正 我沒有做接回動作 我在5月5號 跟你分析過 大量低點571不能跌破 一旦跌破就下去了 我有沒有提醒你 608附近就是壓力 這檀上來都要賣 我講了N變了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聽進去 那571有沒有跌破 一跌破 5月12號灌到518 當天 我告訴你不用殺低 但是反彈上來要賣 當天這個位置 當然都是在買股票 就這個位置 所以台積電我說 不可以殺低 但反彈什麼位置要賣 什麼位置 就我賣的位置 608附近要賣 是不是 你有聽進去的 上禮拜幾天 來到608 禮拜五608 禮拜四606 禮拜三608 禮拜二609 一定很好賣 從518到608 漲了90塊錢 壓力都到你還不賣 壓力都到你還不賣 不賣它就掉下來正常 正常 今天583 不用去事後找理由 比如說 因為他們 要跟國外採購疫苗 或是外資調降差平等 這些事後 之無隔的理由 對你沒有賣台積電而言 沒有任何的一個幫助 能把一檔股票的一個價格 不管是支撐壓力 先講給你聽的 那才是真正的預言 才是真正的預告 才是真正的看到未來 這次請好是操作一檔股票 可以幫助到你的地方 被動元件的開美 5月17號84.6 我說會反轉 破底 接下來沒有破低點 反轉了 誰敢分析 這上影線那麼長 是不是 它有沒有反轉 反轉過月線 我說守住月線 這邊還是要滿 月線會助長 6月7號講得很清楚嗎 102 上禮拜 都在月線附近 102.5 遲早會大漲 如果你知道 凱美遲早會大漲 102附近 要不要再度的 成績跟加碼 這都很簡單的道理 是不是 所以整個凱美 禮拜二跟你預告 遲早會大漲 禮拜三 黑客棒 十字轉折 準備向上 月線撐得不錯 講完之後 禮拜四有沒有亮燈 在他禮拜四 還沒有漲停板以前 我說月線撐得不錯 我說遲早會大漲 沒有錯吧 亮燈 亮燈 當天 我還告訴新會員 106可以低階開美 禮拜三之前參加我會員的 有沒有 106低階 當天亮燈117.5超過10% 禮拜四漲停板出現天亮 當然還有高點 當然還有高點 所以接下來 你看到有沒有更高的位置 上禮拜五 123嘛 是創新高 是創新高 創新高 做回檔 這一檔 凱美 我中長性看好 他從第一檔到上個禮拜五的高點 已經漲了5成 為什麼中長性看好 第二季淡季 凱美的5月收年成長將近1倍 所以第三季的業績會不會更好 這想當然耳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上禮拜五的高點不要去亂追 可以適度的減碼 懂嗎 操作的一個節奏性 切老師永遠秉持著一個原則 反市場 低點市場上不敢買 我逢低乘接 高點市場上忽然去追高 忽然去追捧 我站在賣幫 這一檔精彩 從5月13號的1.6 起漲點 5月17號的洗盤買點1.6 有沒有亮燈 突破月線看回不回 創新高之後回檔 我說還會再漲 跌四天 148.5還會再漲 有沒有晚上走高來到1.6.0 補量就還會再漲 隔天有沒有補量 有沒有衝高 快五成了 接下來52% 上禮拜 續報 禮拜五創新高56% 這樣精彩 賣了嗎 賣了嗎 我可以告訴你 我隨便賣都隨便賺 以後 幸好是對於會員的持股 不會每一檔股票的賣點 當天就公開 因為會員都在抗議 所以未來的一個操作 賣點 有些會保留給我們會員 會員一樣可以跟我一樣 對時對價 保留給你最好的賣點 未來不曉得我插座 歡迎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明天見 我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不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訂閱價值型投資 慶隆老師 對時對價的真功夫 讓您隨身帶著走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以及Telegram 最及時的有價訊息 讓您看得到也賺得到